几期课程证文 海伦书漫著《若随意》 第十四章 真理的教诲 第二节 快乐的学徒 圣灵需要一位快乐的学徒 如此祂的使命才能快乐地完成 死心塌地甘愿受苦的你 必须先认清自己不快乐的惨境 除非你看得出两者之间的明显对比 否则圣灵无法教你 因你一把痛苦认定是快乐了 你迷惑已深 才会决心学习去做 你永远也做不成的事 竟然相信唯有学会这本事 你才可能快乐 你好不明白 这极其怪异的学习目标 其理论基础 极其荒谬且了无意义 你却可能觉得它有道理 你若把信心置于虚无上 就会找到自己所要的宝贝 这会在你已够沉重的心上 再加一层重担 你会相信虚无的价值 并且更加珍惜 一小片玻璃 一粒沉沙 一副躯体 或一场战争 对你都成了同一回事 因为只要你珍惜一个虚幻之物 就等于相信虚幻的价值 且以为你能够弄假成真 圣灵虽然看得见你所在之处 却知道你另有归属 它的基本教会 单纯无比 终归一句 真理就是真的 这是你所有课程中最难的一课 后来 这也是唯一该学的一课 单纯 对已被扭曲的心地来说 是最难的 你不妨反省一下 你由虚无中营造出来的一切 以及由此而编织出错综复杂 其形怪状的感受 行动及反应 没有比单纯的真理 更令你感到陌生 更令你不想去听的了 什么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 两者的对比极其明显 你却看不出来 凌空幻想出皇宫 金冠及龙袍 而自名为皇帝的人 是看不出那单纯 而明显的事实的 圣灵面对这一切 叫人看出这都不是真的 对于纯心交给自己虚无 还骗自己去相信 那不是虚无的人 圣灵只会坚定而平静地告诉那些 不乐于学的学徒说 真理就是真的 其余一切无关紧要 其余一切都不是真的 在它之外 一切都不存在 在你力有而为胖 而有待学习之际 让我为你来分辨 你对虚无的信仰蒙蔽了你 把你的信仰交托给我吧 我会轻轻将它置于 它本来所在的圣地 在那儿 没有欺骗 你只会找到单纯的真理 你会爱上它 因你会了解它 就像你一样 圣灵也造不出真理 它又像上主一样 深知真理之真 它将真理的光明 带入黑暗 光照在你身上 当它照耀时 你的弟兄看见那光辉 且明白这光辉 并非出自于你 它们在你身上 所见到的 远远超过你之所见 因这光明的一刻 教它们成了快乐的学徒 因这一刻 会将它们由虚无 即由虚无所生的一切中 解脱出来 它们不会看出 那现它们于绝望之境的 沉重锁链 其实并不存在 除非你把光明 带给它们 那时 它们才会亲眼看到 那锁链 煞时消失于无形 因而知道 它们真的虚无不识 而你会与它们一起看到 由于你教了它们快乐与解脱 它们就成了你快乐与解脱的老师 只要你教任何一个人明了 真理就是真的 你就会与它们一起 学到这个真理 如此你便会懂得 看起来最难的事 尝试最简单的 学习做个快乐的学徒吧 你绝对学不会 把虚无变成一切的本领 当你看出自己 一直以死为目标时 便会认出 这是何等愚蠢的事 为它的化解而高兴吧 因只要你诚实地面对它 它就已化解了 我先前已说过 不要安于虚无 因你一向以为虚无 能够满足你 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愿成为快乐的学徒 必须将所学的一切 交托给圣灵 让它为你化解 所学的一切 如此 你才能开始学习 这充满喜乐的课程 它会立刻脱出于 真理 即是真的 这一稳固的基础 凡是建立在那基础上的一切 都是真实的 且立足于真理之上 宇宙的学堂 便是为你揭开 它那优美而单纯的本质 真理一限于前 你就不会再留恋过去了 快乐的学徒 在世上已具备了学习的条件 一如他在天国 也具备了真知的条件 这一切都在圣灵的计划中 将你由过去释放出来 并为你开启了自由之路 因真理就是真的 不论在过去或未来 一向如此 不然它还会是什么呢 这单纯的课程提供你一把钥匙 去开启那扇 你以为永远封锁了的黑暗之门 这门是你凭空一响而造的 它后面什么也没有 所谓钥匙 不过是指那道足以躁透虚无的 各式表象及各种恐惧的光明 由基督手中领受 他所赐你的通往自由之钥匙吧 如此你才能加入 他带给人类光明的神圣使命 因你和弟兄一样 都不明白光明已经到来 并已将你们 由黑暗的梦境中释放了 三阳以弟兄的自由之境吧 向他们学习如何摆脱黑暗 你内在的光明会唤醒他们 他们也不会任你昏睡下去 只要一见到光明 基督的会见便会煞时现前 那儿的一切昭然若揭 全然神圣 和那单纯的宁静 具有如此威力 使你顿时明白 原来自己是否认不了 那单纯真理的 此外 什么都不存在 上主无所不在 上主之子与万物 共存于他内 面对这一真理 他还能高唱悲哀的晚歌吗 本课结束 请继续下一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